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卖书和猫姐的频道 这期视频我们将继续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之旅 首先我们将继续探索芬兰堡要塞的历史遗迹 然后回到赫尔辛基市区参观红砖墙教堂 接着坐一坐摩天轮俯瞰一下赫尔辛基市区的美景 最后看看赫尔辛基的中餐厅有点什么食物 好了,我们现在走到了一段非常古老的城墙顺便 老婆,好玩不? 城墙都一大了,你也没有想象中火,那是 哦,那是,总归一路上面让你有点东西看看的呀 一路上看都还蛮多的 最开心的就是我们公屋大人,三只大宝 现在您看到的是要塞区的防御城墙 它们蜿蜒数十公里 城墙内部是四通八达的迷宫暗道 对防守方来说,是运送物资发动气息的绝佳地形 猫姐和麦叔随机找了一个路口,进去一探究竟 会不会是一个墓室,我要展开我想象的翅膀 这个比他没有了,对的,这是什么? 好,我们现在在一个极度幽暗的地方 然后很狭长,然后一个一个拱,这个防御工具做的黑线 应该是说保存的非常好,应该这样转一圈 转一圈,然后再看一下后面,后面同样也是墓墙 哇,就一层一层一道门一道门 这个里面应该是士兵防御用的 穿过一道道古老的石头拱门 仿佛有一种穿越时间隧道,回到过去的感觉 欧洲古剧的历史感是如此的让人乐爱 穿过最后一道拱门,回到现实的我们 立刻又发现了另外一个有趣的景点 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要塞设计缔造者 奥古斯丁厄伦斯瓦德的石棺 上面的这套青铜战袍引起了卖书的好奇 看到这个东西我兴奋了 上面有各种各样的武器 这把筒间贝勒已经青铜摸成黄铜了 然后这个头盔我觉得很帅的 因为我很喜欢圣斗士 圣斗士的头盔就是按照这种罗马的角斗士的头盔放置的 这个很漂亮的头盔 以此为灵感对吧 我把我的头盔放在这里 嗯 然后它这个上面还有婴儿的脸 婴儿的脸的表情很吓人的 很creepy的 让我想起了圣斗士第四宫 那个 Dismasko Dismasko巨蟹工的 那个 第四宫 巨蟹工的Dismasko 它那个墙上的那个人脸 对的 除了有老人 小 除了有老人 男人女人 还有婴儿 然后激发了子龙的鲁山生龙 打到黄泉笔梁板圈 这是一个箭的箭袋 这个一般好像是古罗马的洞 是他们背在胸上的 对箭袋 是的 这个真的是一个箭袋 背在身上 然后这是一块最大的盾牌 是的 你往后面移 对我们在后面去看一下 后部 它这个头盔上面的做得很精致的 这个底下好像是一条 像船 罗马斗士反正身上配件 一般古罗马斗士它是身上都是赤裸的 因为罗马那边很热的嘛 然后戴一个头盔 手上拿一个盾牌 再拿一把箭就可以了 嗯 这边有什么 这边没了 只有这么一个脸 然后这边还有两个十字架 哦 十字架 离开石关继续赶路 路上各种军事设施很多 比如这些已经成为摆设的加农泡 突然间下雨了 这种大雨 唐驼 嗯 现在我们冒雨来到海边的炮台 一眼望去可以眺望广阔的峰南湾 瞬间心情舒畅 可是雨越下越大了 今天终于被我们没逃掉 看一下这样子摊一下 后来大雨逃过 下大雨了 我们前面应该进厕所逃 逃一会儿了 我们现在躲到了一个小木屋里面来躲雨啊 今天真是不巧 在我们即将 到达我们的终极目的地的时候 对的 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的 我们现在在这个小木屋里面小溪一下 然后等雨停了 今天不管怎么样 要把这个五角形的城堡给它拍下来 不拍事无把休 雨停了 我们两个又出来晃 在小木屋中躲避了半个小时 倾盆大雨终于停了下来 雨后的峰南堡景色特别的漂亮 太阳在层层乌云中露了下头 远处峰南国旗在风中飘扬 当然我们现在已经越来越接近我们的目的地了 麦叔觉得虽然要塞只有几百年的历史 不能和天朝有上千年历史的古迹相比 但是这种石料堆砌而成的城墙非常的坚固 经得起时间的清拙 麦叔突然发现了一个小小的土丘 拿着层中的摄像设备奋力往上爬 一眼望去有点指环王电影里或比特人家乡的感觉 这种美景在挪威和芬兰有很多 麦叔和猫姐特别享受一下这一份影镜 进化一下心灵 继续前行 就在我们要爬上要塞城墙的时候 猫姐发现了远处这位可爱的喵星人同志 这只猫 这只猫 猫姐一一不舍地告别了喵星人 我们终于爬上了五角形防御公式的城墙 这里景色无与人比 就是风很大 即使是九月初的夏末 在城墙上站久了 依然还是觉得蛮冷的哦 我们现在在这个封兰堡的最南端的海岸线上面 我们前面看到了一只大黄猫 我老婆和他玩了很久 玩了有五分钟 还为了他一点吃的东西 我们卖了鱿鱼丝 现在呢我们可以看这个海边的这个防御公式 眺望海景了 其实是一个五角形吧 也不知道六角形 你们可以看到一个一个一个的角 是的是的 这个是芬兰国旗 证明我们在这里打过卡了 对的 它是属于是现存世界上最大的海上要塞哦 是这样的 就是说大家如果是到芬兰来旅游 这个地方芬兰是必来的一个旅游景点 而且最好是安排一天的时间 我们是从北面那个 从北面到这个芬兰堡的这个小岛上面 然后从北面 一路往南走 走到现在这个地方是最难免的一个地方了 一共大概需要走两个小时左右 因为一路上还有各个景点啊 还是可以就是停停看看再拍拍的 对的对的 其实如果你就是什么都不开一股脑子走的话 其实也蛮快的了 哦对全场好像是大概1.7公里左右吧 你如果走的话20分钟 但是因为一路上面你会经过 这个不光是这里了 还有我们前面经过的那个教堂 然后还有那个那个墓啊 就是那个奥古斯丁的墓 对的奥古斯丁的墓 反正安排一天吧时间比较宽裕一点 你可以把这边玩的比较充分一点 我们现在去找Kingsgate 对我们去找Kingsgate吧 他说这个Kingsgate是 据说它是 船就是海宝创始人是瑞典国王 然后据说他在1952年来市场公传 其实是乘船停房的地方 这是Kingsgate Kingsgate是漫兰房的项目的 我们要去看一下 就是为了这个月宾而建造 1753年到1754年之间 好的 一年就造 行 那我们现在去找Kingsgate 好了继续赶路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类似于 纸黄王电影中 寿人递穴的隧道里 由于没有光线 必须打起手电筒才能前行 我们鼓起勇气 由猫姐开到卖书断后 慢慢前行寻找光明 走出长长的洞穴 我们就找到了被称之为 国王之门的码头 在国王之门一旁的墙壁上 用大理石板鑽刻着奥古斯丁 厄伦斯瓦德的一句格言 上面写道 后人们 凭借你们自己的实力 站在这里 不要依靠外国人的帮助 麦书觉得讽刺的是 奥古斯丁本人不就是外国人吗 对于芬兰人来说 我们现在到了 终于到了 传说中的国王之门 这个是什么 Fraderic Fraderic 1748年 海边上线 就是这个门 是的 非常有历史气息的一个门 对的 当时是为了粤军的时候特别造的 因为前方它就是 一片海 对的 它就是一个停靠点 我来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在城墙外围了 后面已经是海了 好了 我们打卡打过了 好了 芬兰堡已经逛的差不多了 由于夏天日照很长 我们决定回到市区 参观一下乌兹别斯基东正教堂 从外观上来讲 这座教堂非常的显眼 从横远的地方就能吸引游客的眼球 芬兰人把它叫做俄罗斯教堂 俄罗斯教堂的顶部更有13座塔 所有尖塔上的十字架面向东方 象征耶稣和十二使徒 外形十分醒目 教堂内部的穹顶 描绘着华丽的式画 与宗教典故雕饰 具有浓郁的传统东正教的艺术风格 我们现在从芬兰堡做游团回来了 然后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后面这个红色砖墙的 上面有13个金顶的 是斯坎蒂娜维亚半岛最大的东正教堂 叫乌斯别斯基教堂 外观还是螺丁业了 对它就是红色的砖 然后加上绿色的顶 顶上面是那种金色的圆顶 一共是13个 是由俄罗斯设计师设计的 对因为俄罗斯是东正教的 对1868年完工的 我们前面在外面绕了一圈 外面好像也比较一般 因为今天是星期六 这个教堂 它好像只有星期一到星期五是对外开放的 星期六星期天是不开放的 然后我们前面悄悄的 悄悄的 悄悄的sneak进去了 对 但是我们只能是在外面住宿观望了一下 因为里面好像有人在做礼拜 是的 我们在门口透过一串小门 稍微看了一下 对 教堂的里面还是很有特色的 它有十二门图的画像 好了 我们现在天色还早 我们准备去做一下那个叫什么 这个叫摩天轮 我们去做一下摩天轮 离开教堂 趁着体力槽还没有见底 我们再去疯狂一下 快步前往摩天轮 几乎没有什么游客 没有排队 可能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票价了 一张十三欧 一百三十块钱克朗 两张二十六欧 相对来说确实属于比较贵了 我们现在在摩天轮上面 这里提醒一下想做摩天轮的小伙伴们 就性价比来说 卖书个人觉得这个摩天轮的价格过于昂贵 当然土豪只为打卡的朋友们 请忽略吧 这个摩天轮呢 其实坐在上面还是蛮舒服的 但是今天因为刚刚下过雨 嗯很讨厌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窗上呢 都是水珠 对如果是今天晴天的话 其实在这个上面拍真的是蛮好的 是的 可以俯瞰这个哈勃了 是的 可以俯瞰这个哈勃了 26欧哦 厚厚哦 我们等会儿这个摩天轮走完了以后呢 就准备到 就在这个赫尔兴基的这个哈勃的旁边 有一个专门吃当地美食的一个 market 对的 我们要去看一下 是的 嗯 其实我还是蛮喜欢欧九九九很休闲慢节奏的生活 我们会觉得特别的匆忙 双休日的话呢 就出来 嗯 一杯咖啡 嗯 三五好友 嗯 坐在一起闲聊 是的 或者呢 游游泳 出个海 这样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休闲放松 好了 赫尔兴基第一天的旅行 到这里也进入了尾声 麦叔和猫姐本来想去摩天轮旁边一个叫做dailydaily的分兰本地美食广场吃晚饭 但是麦叔由于没有做好功课 发现我们去的时间太晚了 于是 最后只能选择了我们最钟爱的中餐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后面是一些我们觅食的花絮 请不要走开哦 我们特地来这个地方吃小吃的 但是现在他六点就关门了 我以为可以那个夜市营业到很晚了 今天没办法吃了明天再吃吧 老婆我们到这里来吃吧 烟心三文鱼十九块九啊 Long smoked salmon 不是吧 他说 你看一下Fried chicken breast and dark sherry sauce 有五十块啊 欧味 嗯 我们去买个汉堡包吃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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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眼发育 前面有小心情 我们本来是准备是去吃那个小吃市场里面的 可以吃了吗 可以吃了 你吃了 然后那个地方关了吗 我和老婆商量了老半天 原来是想吃 这是那家叫China的中国餐馆 不是吗 然后我们现在跑到这边来叫了两个菜 一个是牛蛋煲 白菜 白菜 然后那个是豆腐煲 这是豆腐煲 就是豆腐煲 那我们不吃了 那我们不吃了